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服务的媒体是华盛顿邮报 然后河少吉的未婚妻现在人也都在美国 所以呢这个其实一直是美国内政当中 其实一个重要的美沙之间的人权问题 当然在川普时期他完全不管 因为他就他他反正并不在乎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人权包袱这样子 可是拜登是打着说他是杀人凶手 然后呢这是一个这个建国 我就是不会跟他们这个彼此之间这样子好好的往来 但是现在最新的转变是美国政府建议 针对此 你要注意哦 这不是司法认定 是要美国的国务院必须要提出一个外交意见 建议这件事情 说王厨应该要享有不受起诉的豁免权 这当然是美国政府的态度 这不是司法态度 这是行政态度 这是拜登可以主导的态度 MBS当然 拜登对于他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文章 那我们也知道他其实虽然在中东 他和阿布达比 那跟阿联酋的这两个王厨 我说他们是顽固子弟啊 可能不不尽公平啊 其实其实 其实他们并不真的是顽固耶 其实MBS呢 他们是很 这几年的时间 是年轻气盛 对他而且他其实把把沙特带到了一个一个新新境界 没错 跟老王因为老王厨老是老一辈的 而且身体又又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比较开放式的比较新的一些的观念架构进来 可是MBS对于对于沙特的改变是很大的 嗯 那再加上这两年的时候 由由尤其 尤其今年 那因为俄乌战争开打了之后 那中东的油卖的超好 中东的油卖的这么好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今年沙特很可能是全球经济成长率数一数二高的 嗯 大概可以到百分之八百分之九 这么高的经济成长率 你知不知制裁他对他无伤 嗯 第三个就是说美国现在呢在整个原油市场跟沙特是竞争者的关系 嗯 你对他其实已经没有影响力 你既不是市场 那因此呢他又用不用你美元了都不一定 这个时候呢其实每个人都看得出来他对MBS的那个那个定位的改变 第一个MBS不会买单的就是MBS就啊你难道你有你以为你赦免我特特赦我 给我一个一个特别定位就没事不所有的沙特的人你都不给我动 换到不管你你认为到底是谁犯了这个案子你敢给我动你试试看沙特最后的态度一定是这样 沙特不会不会就是我我是教唆者要要豁免对然后所有实际执行者你都不可以动那些的执行者沙特也不会让你动的 所以美国现在只是唾面自干那为什么拜登在选完了之后呢赶快做这件事你有本事你选就选前做啊你选前七月份的去沙特访问已经被笑的要死了就是你根本回来做什么话都不敢讲而选前的大半个一个月的时候你不是还告诉大家你要修理沙特吗你要制裁沙特吗我那时候看到纽约时报看到华华士尼邮报那报道是我都觉得美国可能呢要要对沙特要动手了 我先讲一下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转变让我最觉得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因为沙特曼宾还主导了十月份的时候opay props 对啊没错啊那时候按照过去美国的个性你在我其中选举前不给我辫子我拼命的协调你希望你延后减产的时间点宣布时间点你就等我其中选举完了之后你再宣布你为什么要急着在十月的时候就宣布 嗯但是宣布他其实沙特曼博的这个呃能源部长出来讲说啊美国其实有协调我们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觉得未来的情形我们并不那么那样子看好好 所以在选前的时候呢其实是不给拜登面子而且给了拜登很大的麻烦嗯可是选后我们以为拜登会报复嗯结果没有没有反而是拉拢哎就拉拢而且自这自己没有人给他台阶他自自己大台阶下来嗯那他赦免了MBS 那除了就说呢这表示之前的有关于减产两百万桶的这个恩恩怨怨那拜登吞下去因为对他选举影响也不大 主要是对选举影响不不大了你想如果这次选举他他真的输得很惨当他要找代罪羔羊说MBS可能就要被一个被被被清算 也有可能对但是但是就是因为反正对选举也不大而且大家都觉得我赢了已经是能历任总统里面集中选举选最好的我我现在的基本上面的是在国内的压力反而减轻了很多所以我没有必要去修理MBS 再来我认为他在预作消毒就是中东的转向至为明显整个阿拉伯世界美国对阿拉伯是世界呢不用装他是有很高的不不信任感就是所有的恐怖活动会对美国的敌意大部分都来自的中东地区是那因此他不可能跟中东的真的是有有那种有那种很很就说呢就说呢剖心的剖腹的那种交往不可能因此他对看 看到了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的转向那个对美国来讲的太可怕了我们说美国呢在欧亚路快就三个战略支点北约日本跟跟中东沙特是里面的战略支点之一沙特的转向对美国是战略性的伤害所以他非得要去补这一块不可那因为他这个时候的宣布就让人家想到就是说他给MBS这么大的面子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习近平要要要到了因为下个月中国大陆就要到对呀稍微地阿拉伯反问而且你 而且这个访问当中的稍微地阿拉伯这边也宣布就是他们不会只有中沙之间的交流他们还会邀请许多中东国家一起参加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那十九个国家有有有沙特吗没有哎没有沙特这么好的朋友不是为为什么为什么两个会议里面十九个国家没有排到沙特呢因为不需要专访对因为不需要他就在预告的就是这次习近平到沙特去定了 所以你大概就是下个月你一定会看到习近平去沙特那当他要到沙特的时候我哪知道尤其这一次的珠海航空展 你看到了沙特跟中东的一些的买主哇那个看的都很喜欢啦又便宜又好用啊美国的武器很贵的而且呢就刁难你觉得他是独家专卖 可是现在中国的武器系统我说这一次是借着珠海航空展美国在向呃中国在向全球军火市场在招手 欢迎你你来看我的我的东西价美价就物美价廉所以中东的大大采购这其中一个第二个 这次习近平的到访原油的采购的长约一定会谈到 第三个那我们买买你的油我们怎么去计价人民币计计价这个对美国来讲就是重伤害虽然拜登做这件事情不会去根本改变了现在沙特对于美国的猜忌觉得我过去被你压太久了但是好歹是一个善意让之后呢跟沙特有话讲否则呢美国呢驻中东的外交官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跟沙特打交道了他在他的中东现在的外交动作一滩死死水 今天对中东是个大日子卡达的世界被开开开提昨天晚上台北时间昨天晚上就开达了从台湾的当然我老公天天在追啊当然啊就等啊对啊昨天晚上我后来呵斥他我说你不可以这么晚睡你的高血压又要犯了你看他才愿意睡你看就说这次的世界杯在在卡达美国呢美国对于对足足球是没有这么感兴趣可是欧洲 那时候很疯狂啊中国很疯狂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最最对世界杯除了没有球队可以参加以外其他都参加了场边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看板广告都是中国的中国在那地方的是一个高度有存在感的就像在东南亚一样美国眼看着中东变成另外一个东方他会很痛苦的所以他无论如何必须要在沙特身上动手何况还一个变数就就是美国当然知道了以色列的选举又变天了嗯 那个那个大右派又回来了跟现在的拜登的其实是不同挂的接下去他的中东的政策的操作难度会比较高的所以呢跟沙特缓和有助于呢他接下去呢跟以色列打交道否则以色列呢就会拿拿桥了所以他的战略转变的是全面性的所以这个缓和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从中东跟中国之间的往来当中把中东挽回来 嗯不是不可能他知道没办法挽回来但是他必须要改善关系嗯否则的话他可能就一去不回头了嗯他就这个姿态这个这个姿态很重要这个姿态让让让中东国国家呢可以感觉到嗯让以色列可以感觉到让他的盟友可以感觉到嗯但是如果你以为美国跟沙特的关系可以回到过去那不可能嗯就像如果你以为呢拜登呢在见了习近平之后就不反中了也不可能 大的战略架构更高层次的那个关系不会这么容易松动的可是在一个地缘战略上面来讲他跟沙特之间的关系的修补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中国现在在中东的拓展的太快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似乎走出了一个心调子在摆脱美国想要的走出一个像是东盟一样的阿拉伯的同同盟的关系阿拉伯如果形成了一体化的关系美国在中东的操作就结束了 诶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当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有了不同选择之后美国就很难予取予求了耶嗯因为我们今天疏离下来的包括了就是中美之间为什么要缓和因为盟友的压力嗯然后包括了欧洲其实也不是什么事情都非要跟着美国走嗯对不对战略自主这件事情在欧洲他终究是要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嗯东南亚的战略自主其实早就已经形成了嗯美国这一次 他就看清楚了就东南亚他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竞争嗯但他至少要改善关系当然其实就连中东恐怕都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嗯就全世界的改变就美国一念之间知道说他不能够强对抗下去也许只能够做弱对抗冷对抗嗯但是强对抗是没有办法的对当然因为中东这些国家不是只有不是只有沙特还有伊朗现在跟中国的关系也很好对那大家都觉得说那他们就是用石油换五 武器嘛不其实其实中东中东最近跟中国谈的比较多的其实不是武器不会公开谈他们比较多哦除了除了除了中国需要石油之外最重要是中东希望中国的基础建设能够能进来还有石化产业你看到中国在新疆同样是沙漠区中国在沙漠区的基础建设高铁开高速公路开环沙漠的高速公路哇那个对中东国家 都会吸引力啊还有新能源新能源产业啊